一个正手 非常地炫 对 双方 可以也发球 你这个4比0战胜了新加坡队的鱼梦雨 看见的是吧 对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就能就好像要把对方 可能 屏也发球 究竟是会继续打下去还是直播 你看我就有预感他们两个会打出一个10比10屏来 屏也发球 可以通过聊天室来和我们现场进行一个沟通 没错 对 没错 非常精彩 比分现在6比2 屏也领先 这场轻柔 场上比分现在是7比4 比赛现在是央视结束 我听见场内的球童 在应 他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说这个全屏右上角 有一个像 哎 似乎对这球有一点点争议 似乎车小西对这个结果有一定的疑问 没错 那聊天室里这个车小西的粉丝是非常的多 还有网友说这个车小西的眼神和发型神似大摸 没错 月下哥者我们是能看到你们的评论的 所以说希望各位网友能够这样的网络直播的一个尝试 对 没错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这样在这样的大小小视里面 看谁最后能找到那一下啊 然后这分就拿到手了 这下哥者说这个平野上周连输两场 第一的话就会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于一个00后的一个小将来说 有这样的新的细节 直播会切换这个不同的场次 是的 你有一种上帝的视角 把车小西和平野放在这里相遇 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还有什么变化 嗯 今天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踏得也不远 感觉车小西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应该说的 哦 可以多问问阿里体育 还有优酷的APP 对 所以说阿里体育和优酷的观众 有好多观众朋友说想看第五场 对 我也想看第五场 应该 哦 哦 哦 又一个回合 哦 刚刚这一轮可能是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次对 抽小西之前有一球是险 哎 对 咬得很牢 这边有一个来风的这个观众说是 对 技术解说是这个 哎 哦 对面如果有网友很懂这些 就是一些攻防技术的话 你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的 我们比赛结束 这样这一场 车小西压力 这个主砍性 还有网友说这个车小西的眼神和发型神似大魔 没错 月下隔着我们是能看到你们 的评论的 所以说希望各位网友能够这样的网络直播的一个尝试 对 没错 嗯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这样在这样的大小小视频 看谁最后能找到那一下 然后这分就拿到手了 这下隔着说这个平野上周连数两场 第一的话就会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于一个00后的一个小将来说 有这样的新的细节的直播会切换这个不同的场次 是的 你有一种上帝的视角 把车小西和平野放在这里相遇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会有什么变化 嗯 你也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感觉车小西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应该说他 哦 我们也是一个常识 我们也是一个常识 对 所以说阿里体育和这个优酷的这个观众 好多观众朋友说想看第五场 对 我也想看第五场 应该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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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一个回头 哦 刚刚这一轮可能是 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次对 来 一个正手 好 非常地炫 对 双方 两分 可以也发球 你这个4比0战胜了新加坡队的鱼梦雨 所以说有句话叫就能就好像要把对方点 可能 屏也发球 究竟是会继续打下去还是只会 你看我就有预感他们两个会打出一个10比10平来 屏也发球 可以通过聊天室来和我们现场进行一个沟通 没错 没错 对 没错 哎 非常精彩 比分现在6比2 屏也领先 这场轻柔 厂上比分现在是7比4 比赛现在是央视结束 我听见场内的球童在影 他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说这个全屏右上角有一个像 哎 似乎对这球有一点点争议 似乎车小夕对这个结果有一定的疑问 没错 那聊天室里这个车小夕的粉丝是非常的多